据最新调查,沃国现有肾病患者近亿人,已占全球三分之一,并趋于年轻化,十岁以下的儿童屡见不鲜,这其原因,不良饮水习惯,是肾病第一成因,01口渴在喝水,口渴时,身体细胞已经脱水,是中枢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。 长期如此,肾脏解毒能力会大大降低,导致肾病发生,02饮料当水喝,常年把饮料当水喝,饮料中的糖,磷酸盐会促进人体盖排出,尿液中盖含量随之增多,继而形成肾结实,03长期喝浓茶,浓茶中的茶解能迅速裂尿,促使人体毒素加速到达肾脏,破坏肾小球,急肾小管。 损伤肾功能,每天扒杯水,医生不跑腿,正确的喝水方式,不尽能防止肾脏病炎,还能提前消除潜在疾病,以下是二种喝水方法。 你也试试它,01不慎养个枸杞泡菊花,肝肾不好的人,容易感到疲劳,并且商业会法感,用枸杞泡菊花,早饭个一杯,连续喝一粥,能有效排出肾毒,还能增强肝脏解毒能力。 你会发现不仅疲劳感消失,记忆力还能提高不少。 02洗脑蓄管醋泡黑豆,秋冬季节是洗脑蓄管的高发季节,教你一个管用小方法。 把黑豆先煮熟,然后捞进碗里,倒上陈醋浸泡三天,每天早晨饭后吃一勺,对洗脑蓄管有非常好的作用。 已有数万人使用,效果超好,03手脚冰凉红豆加红糖。 红豆加红糖,煮熟后,每天早晨喝一碗,连续一周,轻松告别手脚冰凉,对脸上色白也管用。 04女人痛经红枣玫瑰花,许多妹子会有不同程度的痛经症状,不仅难受有时还很尴尬,有一个小妙方,你不妨试试,用红枣泡玫瑰花。 早晨用热水泡着喝,不仅消除痛经,而且对月经不敲也有不错的效果。 05口腔溃疡蜂蜂蜜加食盐,把蜂蜜和食盐倒入杯子,用温水冲开,连喝二到三次,口腔溃疡就能完全好。 它对黑眼圈演的也有非常好的效果。 0月皮肤草养蜂蜜加金银花,用金银花泡蜂蜜水喝,对皮肤草养有很好的改善。 07急性腹腺大蒜加胡萝卜,把胡萝卜切片,倒入锅中,加两碗水,煮开后放大蒜进去,再煮五分钟。 喝上之后很快腹腺就会停止,但是记住,腹腺停了就别喝了,以防引起便秘。 0八慢性鼻炎和桃加生姜,锅中加两碗水,然后放入核桃和姜片,煮沸后再煮五分钟,连续喝七到十前,就有很好改善。 这个方法对面不抗蜃也不错,0九关节炎症白素加蜂蜜,把蜂蜜,白素倒入杯子中,用温水冲服,一天两次,连喝一周关节炎症消失。 实行情意欲玫瑰花泡水,秋冬季节,万物凋零,人很容易情绪低落,用玫瑰花泡茶喝就能改善。 11风寒咳嗽花椒炖梨,把梨洗干净,挖去盒,添入花椒和冰糖,放进碗里,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。 对风寒咳嗽很有效,还没有副作用,老人孩子都能吃,有的人吃一天就好。 12风寒感冒红糖浆水,蒸姜切成五片,也可以把片切成丝,锅中加两碗水,倒入姜片和红糖。 煮肥后冷到合适温度,趁热喝,连续喝二到三次,风寒感冒就好得差不多,比吃药强多了,还没有副作用,晚上喝效果最好。 苏花说,一人肾病,全家遭殃,肾病作为一种高发病,会让整个家庭陷入危机。 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,一定要健康饮食,养成良好的喝水习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